好 代理官新10月2号接获空勤总队勤务指挥中心 通知灼溪乡太平溪原营地发生了一起山难 造成47岁的张姓男子 以及41岁的李姓男子头晕恶心疑似是高山镇 考量因为台风将近恐怕危害人命 申请了救援 那么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第三队 将伤患是转交花莲县消防局救护车 后送集飞返花莲机场 10月2号接获空勤总队勤务指挥中心 通知灼溪乡太平溪原营地发生一起山难 造成47岁张姓男子 跌伤脊椎疼痛无法行走 以及41岁的李姓男子头晕恶心疑似高山镇 考量因为台风将近恐怕危害人命是安全 申请救援 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第三队接获指示后 在花莲机场起飞 因花东纵骨受台风外围云层影响 采游 花东海岸线爬高 以避免进入乱流雨区 下午2点21分 开始吊挂下放搜救援 实施两位患者减伤分类后 分别使用吊栏牵引以及吊环救援 并在2点半完成吊挂 后送到德兴球场旁的空地 将商换转交花莲县消防局救护车 后送其非返花莲机场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